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尼西米纪 第五章1到13节 昨天我们看到修造城墙的这个过程 遇到敌人他们的攻击威吓 要趁他们做工的时候突击他们 所以尼西米赶紧组织百姓 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等等 来警醒的抵抗这些攻击 并且专心做工 那么第五章接下来要记载的是 内部引发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经文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 这个呼嚎是哀叫 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这个弟兄指责他们同胞 他们其他的犹大人 埋怨什么内容呢 第二节说 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 要去得粮食度命 原来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呢 是贫穷跟饥饿 我们这个人口很多 一家家眷那么多人 那没有东西吃了 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 葡萄园房屋 要得粮食冲击 有的人说他们把他们的 不动产产业都抵押了 这个点就是抵押了 抵押了卖掉了 能够要换得粮食来吃饭 那他们的田地抵押了 他们就没办法再耕种 他们就只能一直抵押下去 因为他们没有收入了 没有房屋 他们也没地方住 所以这个处境也是非常辛苦 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 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 这里提到的是 这个波斯政府 他们所收的这个税 非常的高 那他们把这个田地葡萄园 拿去抵押借钱 为了要纳税 那他们的心情很无奈 他们说我们的身体 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 就是我们都是同胞 我们也都是人 都是犹大人 可是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 做人的仆毙 就是儿子要做人家的奴仆 女儿要做人家的毙 这个仆毙这个字 很可能有一点性暗示 就是说可能作为人家的妾 或者被人家任意的对待 我们的女儿已有为毙的 我们并无力拯救 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 已经归了别人了 田地葡萄园归别人 意思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努力耕种 生产 然后得粮食或者买卖粮食 我们完全没有盼望了 我们失去所有生产的工具 我们现在只想着要活命 那跟尼西米抱怨 其实学者认为这个事件 应当是发生在尼西米修盖城墙的那个时间 虽然修造城墙只有52天 可是我们知道当时候 自从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灭的时候 基本上就被劫掠一空了 只把最贫穷的留下来照顾田地 以免有野兽 那后来索罗巴伯带领 这个百姓归回的时候 这一群人原本他们是有一些财物的 但是呢 到了这块土地之后 我们知道 北方有参巴拉 对 然后右边有这个多比亚 还有基扇 在东南边 在左边有这个亚士图人等等 他们遭受很多敌人的攻击 凌辱 甚至有一些剥削 使得他们的情况每况愈下 就有很多的穷人 那又为了要盖造城墙 我们昨天读到 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他们修造城墙的时间很长 他们根本没有其他的时间去工作 甚至去田地等等 造成他们愈发的贫穷 现在他们等于是来跟尼西米说 尼西米 我们现在是完蛋了 我们没有饭吃 我们把我们的产业都抵押了 甚至我们为了缴税 我们都抵押完了 我们根本没有身材的工具 我们没有能力偿还 到最后我们的儿子做仆人 女儿做人家的妾 成为婢了 我们现在很绝望 第六节 我听见他们的呼号 就是哀声 说这些话 说这些话是指前面的这些 抱怨和控告 变圣法弩 尼西米大大法弥 因为尼西米发现了 百姓会变得这样穷 除了波斯帝国他们收税 非常的严苛 非常的高之外 还有什么呢 我心里筹划 就斥责贵胄和官长 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 这些百姓在控告 是埋怨他们的弟兄尤大人 主要是哪些人 就是贵胄和官长 这些尤大的贵胄和官长 他们趁着百姓穷苦的时候 就说那这样好了 你就把田地卖给我 或者就这样好了 我把钱借给你 但是借给他们 又收取不同的比例的利息 在立位记25章35节 那里特别就说到 借钱给弟兄是不可有利息的 这个不可有利息是指说 如果你的弟兄就是同胞 他们非常穷苦 已经没饭吃了 你借钱给他 不能够收取利息 他等于是一个经济上的支柱 让你周转 因为他们已经穷苦了 那你又收利息 他们永远没得还 在一些商业上面 是可以取利息的 可是这个比较是一个 道义上的责任上 我们都是同胞 都是神的百姓 群体当中神设立的 一个彼此资助的机制 甚至如果有买卖 就是把儿女做扑币 到了喜年应当全数归回 因为让他们有一个 从头开始的机会 那个债务要全部的测缓 可是这些贵座官长没有 这些贵座官长 他们趁机发建造城墙的财 他们去建造城墙了 没有办法去工作赚钱 那没钱吃饭就说那我借你 我借你之后又跟他们收利息 等于是间接的剥削 迫害自己的同胞 这些贵座官长当中 有些人还跟多比亚 这些敌人有结盟 对不对 第六章的时候会看到 而且在以色拉记 有些贵座官长 他们还与异族同混 也就是说 当时归回的百姓里面 有一些人 他们已经融入当地 甚至跟当地的百姓生活在一起 显不出那个 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的那个身份 林西米听见这些事情 很生气 发怒 可是他没有让他的怒气坏事 他心里筹划 他在心里面思考 思想要怎么办 各位东姐妹 你觉得他在筹划什么 他知道 是他们当中的贵座和官长 在谋取利息 那么 假使城墙还没有盖好 纵使是盖好了 这些官长 这些贵座 他们在 整个群体当中 是有影响力的 他们是有政治力量的 他们是 有权势的 林西米在这里要做一个决定 我要不要得罪这些人 对林西米来说 对我们来讲 我又没有放高利贷 我是敬畏神的 是他们 是他们得罪神 那没关系 而且他们就是官长贵座 我们常常在一些聚会当中 碰面 吃饭 喝酒 对林西米来讲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或者 同流合污是比较容易的 纵使不同流合污 他就是明哲保身 至少跟这些官长贵座 还有好关系 如果 跟他们闹僵了 他们有势力影响力 他们不盖造城墙了 甚至起来 加入敌方 来攻击林西米 那怎么办呢 林西米下面的人 都是穷苦的百姓了 所以对林西米来讲 他要做这个决定 是要付一些代价的 然而他仍然因着敬畏神 他勇敢的 来对这些贵座官长 甚至是斥责 斥责他们什么 你们个人向帝雄取 你们怎么可以 没有遵照律法 他这样斥责的时候 有没有带来果效 可能一下子没有 这些官长贵座 可能没有立即的悔改回应 所以才会有接下来说 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 他是神长 所以他召开了一个盛大的会议 人民大会 攻击他们 就是指出他们的错 如果我对他们说 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 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 你们还要卖弟兄 使我们赎回来吗 林西米说 我们现在是想尽办法 把一些人 这些人是讲 因为穷苦 被卖给外邦人的 这些犹大人 我们现在在想尽办法 把他们赎回来 这个也是按照律法的规定 应当要这样赎回来 结果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居然把弟兄 犹大人 卖给外邦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一错再错 原来这些穷苦的百姓 他们把自己的儿女 卖给官长贵宙 或者说没有钱了 等于是去他们那边 做奴仆 做妾 做仆毕 官长贵宙 居然把这些人 卖给外邦人 因为他们可能还太多了 就卖给外邦人 这完全是违背律法 所以尼西米说 我们努力的 在把这些犹太人 犹大人赎回来 你们居然还一直在卖 犹大人给外邦人 他们就静默不语 无话可答 所以尼西米是指出来 他们具体的错 然后说你们要一错再错 接着尼西米又说 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 尼西米直接指出他们 你们所做的是错的 你们行是不当敬畏 我们的神吗 你们这样做 是不敬畏神 是违背神心意的 是违背神律法的 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 外邦人毁谤我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的百姓 对自己的同胞 这样没有怜悯性 这样没有仁慈 你怎么告诉人 我们所敬拜的上帝 是仁慈的 是慷慨的呢 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同胞 这么恶狠狠的 把自己的同胞 卖给外邦人 好像财产 好像奴隶就这样贱卖 那么他们怎么看 我们的上帝呢 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 也将银钱粮食 借给百姓 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 尼西米他是以自己为榜样 他说我也是借给穷苦的百姓 但是我都没有收他们的利息 你们也应当免去利息 你们也应当 这些人都没饭吃了 你跟他收利息 他等于这一辈子 世世代代都在你的掌控底下 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房屋 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 粮食 新酒和油 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 1% 这个利息其实不高 所以学者建议这个翻译 应当不是1% 而是百分比 每一个人去借钱 他们利息的比例 %数 是他们自己洽谈的 他主要要强调是 所有的利息 你都应当归还给他们 因为这不符合神的心 他们都快20 你想 他都快20 你借钱给他 然后利息很高 这一个家族 永永远远都要做你的努力 他们生的孩子都要做你的农夫 所以你就蹭人之威 然后剥削人 这完全违背上帝的心意 违背上帝的律法 不过插出来讲 在资本主义社会底下 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 真的是这样做 所以有很多所谓的血汉工厂 这个血汉咖啡豆 或者是钻石等等 插出来讲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是在大会里面 尼西米再一次 提醒他们 指出他们的错 那之前他们 静默不语 无话可答 这些官长贵族 后来他们听完了 感谢主 舍姐众人说 我们必归还 不再向他们所要 必照你的话行 哇 真的不容易 这些既得利益者 他们愿意 因为敬畏神的缘故 放下他们的利益 是很不容易 可是尼西米 没有要放过他们 我就照了 祭司来 叫众人启事 尼西米在想 这些官长贵族 讲一讲回去 会不会照着做 不一定 所以他说 你们这样这样说 好 他就找祭司来 他虽然是一个领袖 但是他知道 这个关于宗教的礼仪 应当是由祭司来带领 叫众人启事 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 你们这样说 那你们现在 在上帝面前发誓 祭司过来主持 过来带领 那启事完 我也抖着胸前的衣经 说 凡不成就这应许的 就是说你违背这誓言 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 和他劳碌得来的 直到抖空 他这个等于是一个 用行动句来表达 在这个誓言当中 他的一个对于 违背誓言的人的一个咒诅 你们这样说 你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 假使你们背起 你们只是说说空话 那么他是求上帝 凡不成就这应许 你没有按照誓言的 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 和他劳碌得来的 你用不义的方法 得着这些家产产业 那么求神 也让你失去这些产业 等于是 你不乏所得的 也要完全归还的意思 会众都说 阿们又赞美耶和华 你要想象 大部分的人是穷苦的百姓 他们一辈子无法翻身 甚至世世代代 要做这些官产归咒的奴仆 他们生下的儿女 要任人使用 像是个财产 完全没有尊业 但当时候像是一个喜年 是个豁免年 所有的田地归还 所有的欠债 都利息归还 你可以想象 他们的如释重担 他们心中的欢欣雀跃 阿们 百姓说的阿们 一定是正天驾祥 又赞美耶和华 那个赞美是 充满眼泪 重担得释放 重担脱落 然后那个欢欣雀跃 一定很多人抱着哭 很多人欢呼 又叫又跳 百姓就照着 所应许的去行 这些官场贵奏 也就真的 因为在祭司面前起了事 他们也只能乖乖地照着 尼西米建造城墙 也使得整个社会恢复公义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刚刚说到尼西米 他是九镇 但是他虽然在波士帝国 在苏山城服侍王 能够在这么大权势的王身边 做王最信任的九镇 他还是外邦人 这个是犹大人 是被波士帝国统治的 被征服的 那波士王敢用他 表示尼西米 他真的 他的品格是被人家看见 他可以好好的 在王的身边服侍 可是他听见 他的百姓有需要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需要是又大又难 不单单是在行政上 要盖造城墙 还要面对外地的逼迫 还有内部社会的不公义 所以尼西米 他就回应上帝的呼召 长途跋涉 千山万水的 就去到犹大地 那么他去到那里 他不是一个膀胱者 他就委身在他们当中 你看到他 跟着他们一起建造城墙 这样我和弟兄仆人 并跟从我的护兵 都不脱衣服 出去打水 也带兵器 他把自己委身在这一群 他也努力地参与城墙的建造 那么现在我们更看到 尼西米的品格 我们说 在当时候 盖造城墙 你说他来建造城墙 尼西米的任务 差不多要完成 52天 这些百姓穷苦 那么尼西米 再鼓励一下 或者是 在工作期间 给他们吃饭 建造完了 回去你们的生活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这段期间 尼西米应当 与这些官长贵族 也建立了一些互动交流 建立一些信任关系 尼西米在这个时候 面对的 对自己 他自己内部来讲 也是一个挣扎 我要不要 挡人财路了 我要不要 跟这些贵族官长 引发这个冲突跟张力 我可以 真一心眼 比这样 反正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呢 没有得罪神 我借给百姓 我不取利 我还是很正直 那他们是他们的事 你如果觉得利息高 你就不要借 他可能 可以置身事外 再一次 我们看到尼西米 他没有 他看见需要 他勇敢地跳进去 我们在讲的是 城墙的建造 索罗巴伯 以斯拉 那个时候 建造圣殿 对不对 现在有了圣殿 有了城墙 可是呢 这个是外显的 外在的 内在真实 对上帝的敬畏 却是更需要建造的 在第五章 我们看到的就是 尼西米 不单单建造 外围的城墙 要来保护保守 尤大人 使尤大人 可以真正有一个社群 生活 可以一起彼此相爱 一起敬拜上帝 他在这里 他建造 百姓的心 如果尼西米 他同流合污了 他城墙盖好了 不是吗 就祭上大功一件 为上帝做了美好的事 他继续做神掌 领他的俸禄 他继续跟这些官长贵奏 每天开开心心的宴会 吃吃喝喝 那么他也觉得 他做了很多美好的事 可是我们说 如果尼西米这样做的话 他不去管 这些社会上的不公益 这些城墙跟圣殿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盖造起来 他不过就是一个建筑物而已 二重灵良堂这段时间 也开始在思考规划 建堂的事情 我们也一直在 隔壁的乡镇 两万人的乡镇 穷陵之堂 我想在建造 或者开拓的这个过程 这些经文也给我们 很大的提醒和帮助 我们不单单建造一个 外显的 看得见的教会 我们更要看重 内在内里的 对神真正的敬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 尼西米另外一面 这次令我们敬佩 他可以 明哲保身 他可以爱惜羽毛 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刻 勇敢的起来 斥责贵胄官长 他们行事的不公益 站在 穷苦的百姓这边 来发神 因为他敬畏你 所以他勇敢的 挑战百姓 挑战官长 贵胄 按着真理而行 主我们看见尼西米 不单单建造城墙 他也建造百姓的心 求祢是恩帮助我们 我们在建造教会 主我们需要硬体 需要一个 可以容纳聚会 各样功能的建筑物 但是主我们更盼望 我们内里 对祢的敬畏 也同样要被建造起来 求主祢是恩祝福 继续透过尼西米记 对我们神明说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